这边现在团队画 马路边白色标线 画出一格又一格的格子 还有两辆汽车 直接横停在线上 乍看以为是停车格 不过靠近一看 怎么这个车格越看越怪 停车格怎么缩水了吗 对啊 好奇怪 停车格嘛 这是潮化线你相信吗 不相信 为什么 我看不出来 就是像停车格 可是停车格没那么大 而且这条路本来就已经很小了 它这样画其实很不OK 为在桃园中正路上 这些奇怪size的标线格子 还真有骑士以为是停车格 但答案皆少 其实就是潮化线 根据道路交通标线规则 潮化线间距是30公分 而停车格最宽是250公分 相比之下 这个未完成的潮化线 间隔约150公分 因为内部线条尚未完成 才使得这不大不小的格子 让骑士产生误会 是否划成这样 是想让民众被检举吗 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车子停在上面了 9月13号礼拜五 调整到下午5点10 稍微完成潮化线的会设 为避免影响车流 节工局先行收工 那原预定礼拜六 进场进行会设 那礼拜六礼拜天 两天接下雨 无法进场会设 桃园市捷运工程局出面解释 最近天气因素 潮化线画设来不及完工 只能先化雏形 将会尽速补会 避免造成用路人的困扰 明时新闻赖国宾桃园报导